宇宙寶座 第一個球就出手 在右半邊 最後林靖凱沒有接到 落地形成了安打 賽上的跑者要回來得分了 忠信兄弟 在三局的下半 總算是出現了40的一擊 這個球打得相當的強勁 所以林靖凱 雖然說要嘗試 橫移把這個局攻破 這個球出手打向右半邊林靖凱 一開始想要進到二壘 但是移動過來是晚了一點 又穿越 忠信兄弟再添一分 周思琦 忠信兄弟的老將 這個時候也補上了40的一棒 所以還是要有戰術 陳子凱開始先起跑 起跑林靖凱以為這個要到了 所以他的手臂位置會移往258 但是打過來剛好是在他的左手臂 沒好球一個壞球 這個球出手打在左半邊穿越 又是一支安打 三到五步的打者 連續的三支安打串連 忠信兄弟在三局下半 現在翻平的戰局 3比3的平手 雖然都是短程的安打 但是串連在一起就形成了 這個球往右半邊打 再一次的穿越行程安打 現在要看一下周思琦的繞壘速度 繞過三壘之後要準備搶攻本壘 中間轉傳漏了一下 中心就變超前分回來了 嗯 三局的下半 中心再補上一支事實的安打 周思琦也要把弓箭從箭袋裡頭 偷出來射向外野啊